大家好,我是贫图哥 贫图哥动物园带你了解神奇物种 今天给你介绍的活化石 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这就是后 后又被称为马蹄蟹 它们四亿年前就在地球上生活 这可是比恐龙出现的还要早啊 成年的后,体长可达70厘米 雌性比雄性大 每年五六月份就是后的繁殖季节 当它们开始繁殖时 雄性会趴到雌性身上 一起爬到沙滩上 雌性负责挖洞产卵 雄性则负责受惊 后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血液 跟其他动物不同 后的血液靠的不是铁基血红蛋白 把氧气输送到全身 而是靠含铜的血蓝蛋白 因为含有大量的铜粒子 所以它们的血液呈现蓝色 蓝色并不是它们唯一的亮点 后所生活的海岸线 含有大量的细菌 而后的血蓝蛋白 很好地抵御了这些细菌 当遇到细菌时 血蓝蛋白就会分泌出一种粘液薄膜 将细菌很好地隔离开 后的这种特性 被人类发现后 马上被应用到了医疗领域 为了确保疫苗和注射药物的安全 科学家们先是在样本里 注射血蓝蛋白 若是血蓝蛋白开始分泌出胶状物 则表明此产品并不成熟 不能使用 所以凡是接种过疫苗的人 都应该感谢后 后为人类的医疗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同时 这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每年有60万只后 备克抽血 它们会在48小时之内 备克抽血30% 然后再放生 可悲的是 一部分后 根本活不过48小时 10%到15% 在抽血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死掉了 就算侥幸活下来 回到海洋之中 那也是根本打不起精神 就跟废类一样 而且后的繁殖 也是相当慢的 修性后 需要等8到9年才可以交配 而雌性后 从出生到交配 需要等上10到11个年头 同时 它们的卵 也大多数成了别的动物的食物 而且有的人类也吃后 但其实后 不建议使用 它的体内 含有大量的酮离子 而且体内 含有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多吃 容易丧命 让我们共同保护 这个为人类 做出了伟大贡献的生物 关注评论哥动物园 下期给你介绍的活化石 可能是所有陆地脊椎动物园